10月13日,中国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NH48一周年狂欢庆典在其专属的新梦剧院内举行 本次周年的主题是过去现在未来 经过一年的成长,这些年轻的女孩已蜕变得越来越成熟 精彩的Live歌舞秀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回看SNH48建军一年的历程 首次发布演出,首次握手会,首张EP发行,首家剧院开业 以及即将于11月16日举行的SNH48首场广州万人演唱会 这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新兴偶像团体也希望可以再接再厉,再创更多的乐坛奇迹 中有很多感慨,就是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以后呢也会朝着同一个目标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中国最好最好的女团而努力吧 我们会在演唱会上披露很多首我们的新歌 而且那个时候的舞台啊,灯光啊,还有服装之类的也是之前前所未有过的 然后我们大家也为这个演唱会做了很多的准备和彩排 非常希望到时候能给大家看到一个就是有所成长的SNH48 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